行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好吧 那还是来一句简单的一个问候啊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影楼行业实验模块 我是天籁为果 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信号 按一下F5刷新一下页面 看一下视频音频是否有问题 清晰没有问题 来走一波小数字一好吧 细泽也是上了连上了好多好多的班嘛 现在看来细泽也皮了啊 泽西啊 清云春晓啊 慢跑阿宋都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来啊 那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学习内容啊 本节课啊 同学们看这个标题其实也能看出来了 不过看今天素材其实也能看出来了 今天学什么呀 学一个婚纱照的一个修饰 学一个韩式婚纱的一个修饰啊 那本节课其实还是两个小节的一个内容呀 首先第一个小节啊 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呀 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调色工具的一个运用 哎 现在给教给同学们一些进阶的一个调色技法了啊 给同学们讲三个调色工具 首先第一个调色工具 可选颜色 第二个调色工具 曲线 第三个调色工具呢 色相饱和度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可选颜色工具 好吧 那先来看一下我们可选颜色工具的一些定义或者说一些要点啊 这个可选颜色工具啊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它是针对画面中单个颜色进行什么呀 进行分通道的一个调整 哎 它每个通道你调整颜色呢 哎 它是互不影响的 都可以进行调整的 它调色依据是什么呀 它要调色原理就是互补色和支持色的一个原理 那我现在带了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可选颜色在哪 带同学们来看看可选颜色 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它 我来打开photoshop 我来找一张图片 来 走 走 把这个拖进来 好 现在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图片 哎 进不来的吗 好 可以了 现在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我画面右下角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啊 在我们画面右下角的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发现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小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小圆形里边呢 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调整图层 哎 这里边全是我们的一些调整图层 或者说一些图层调整项 那我们可选颜色在哪呀 我们可选颜色就是在这儿的 哎 可选颜色 哎 你来点击可选颜色 你看没有 他就生成了一个可选颜色的一个调整图层啊 当然了哈 有同学也会在这个提出疑问了说 哎 老师我记得好像不是在这儿调呀啊 我记得之前有人跟我讲过说应该在图像调整啊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呀 这里边有一些什么科选颜色呀啊 有一些调整项呀 应该在这里边调呀 哎 科选颜色在这儿 来给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图像呀啊 这个调整里边哈 不建议大家来用它啊 建议大家用什么呀 建议大家用调整图层这里边这些东西 为什么呀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 比如说呢 你先来看一下我们调整图层这里边啊 比如说你来建立一个科学颜色哎 你来看我来把这个图片啊 来给它放大一点啊 面板最大化好建立可选颜色 同学们来看它生成什么了呀 生成了一个新的图层啊 当你调整这个选项啊 你随便来调 你把这个选项调整完了之后 你把这个调整图层关掉哎 如果你觉得调整的不好了哎 或者说呢哎 你调整的觉得有点问题 你想再反复调整再修改一下 那么你可以双击这个图层 再次打开它的属性 再次的进行修改 但是这个图层调整这里边呢 这个图像调整这里边呢 同学们来看啊 我来点击图像 来点击调整 来点击科学颜色 来找科学颜色 好同学们我来调一调啊 来调一调 好点击确定 同学们来看 如果说你现在在想修改 有没有办法修改啊 没有办法修改 你怎么办呀 你只能通过历史记录来返回 哎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 哎 它就相对来说没有哪啊 没有我们调整图层这里边好用 可以经过反复的调整 而且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里边 一个原因啊 同学们一定记住了啊 这里边的一些调整图层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要用这里边的东西 好 然后呢 那我再来给同学们讲一下我们科学颜色 它基本的一个界面啊 以及它的一些原理 它的一些属性 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界面呀 就是科学颜色的一个界面了 哎 你会看到有什么呀 有预设栏啊 顶方这个是它的预设栏 下面这个是通道栏 哎 再往下走是我们的调整栏 先来看一下预设栏啊 预设栏这里边默认啊 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啊 而且其实这里边倒预设也没有必要 因为每张画面的颜色都不一样 我们要调的感觉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预设呀 大家不用管啊 直接来选择默认值就可以了 好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颜色这一栏啊 这个颜色呀 它又称之为什么呢 又称之为颜色通道 当你点击这个夏拉菜单以后 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红色 黄色 绿色 青色 蓝色 黄红色 白色 中性色 和黑色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每个通道呀 都是对应的一个颜色 那比如说老师 我现在我想调整画面中的红色 你应该选择哪个通道呀 你应该选择红色的一个通道进行调整 当你选择红色通道进行调整的时候 他只会调整这张画面里边的红色 然后呢 比如说你想调整画面的绿色 那么需要干嘛呀 你需要调整画面中的绿色通道 你选中绿色通道来点击进行调整 那么你现在只会针对画面中的绿色进行调整 其他的颜色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包括你想调整蓝色 那么他只会针对画面中的一个蓝色起到一个调整 其他的颜色呢 也不会起到任何的一个影响 来给同学们看一下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来调整红色 同学们来看 只有红色的部分受影响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来调整什么呀 我来调整绿色 你会发现其实只有绿色的部分在受影响 刚看到这样的时候有点迷茫是吧 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老师这个青色阳红黄黑 为什么会是这四个调整项呢 我先来调整一下 同学们来看一下效果好吧 我来找到红色这 然后呢 我来调整一下 同学们来看 青色呀 我来往上加 同学们来看 花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来对比一下好吧 之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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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老师我感觉这个花 变青了 或者变冷了 是不是 感觉这个花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红色的感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青色同学们来看 现在是加上来了 然后呢 我再来往下剪 然后呢 青色往下剪 同学们来看 有没有发现花相比之前更红了 哎 这个颜色更润了 是不是 哎 是这种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再来给同学们调整一个 同学们再来感受一下 我把这个黄色我来调整一下 黄色我来往上加 同学们来看 加了100 你来看花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你会发现 当你把黄色往上加的时候呢 这个花非常非常的黄 哎 比之前更黄了 好了 你再把这个花这个颜色啊 你往下剪啊 把黄色剪下来 哎 这个花这个颜色怎么样 花的颜色没有黄了 感觉变冷了 哎 同学们能想起来和什么有点相似呀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什么色彩平衡 这感觉有点相似啊 是不是 这其实就可以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了 他用的是什么呀 他就用的就是一个互补色的一个原理 哎 那比如说啊 青色你往上加 是什么意思呀 其实就是加青呀 哎 往里边把青色加进来了 你会感觉冷了 是吧 那么青色往下剪呢 青色色相环上相对180度 是什么颜色呀 是不是一个红色呀 一旦说青色往下剪 剪青就等于什么呀 你把青色剪掉了 其实就等于说 往上去给它加红色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黄色在这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是一样的 红色 黄色往上加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是啊 就是往上去给它加黄了 花更黄了 那么黄色往下剪呢 你感觉花变冷了 哎 这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把黄色 剪掉了 往里加什么呀 往里加蓝色了 在这里啊 来给大家一个对应表啊 在我们作业素材里边 也给到大家了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什么样的一个对应关系啊 哎 互补色的一个对应关系 对吧 那我们青色往上加 其实就是加青 哎 在这 哎 那么青色往下剪呢 就是减轻啊 它就变成负100了嘛 减轻呢 就等于什么呢 加红啊 因为是色相环 相对180度 是一个红色嘛 那么阳红呢 往上加就是加阳红 这个毋庸置疑是吧 然后往下剪呢 其实就是剪阳红 阳红色相环相对180度 是什么颜色呀 是不是一个绿啊 就等于往上去给它加绿啊 哎 把绿色来给它加进来 阳红剪掉绿不就多了吗 然后呢 我们黄色啊 往上加黄 哎 我用制衣吗 往上加肯定是加黄 往下剪呢 其实等于一个加蓝 那么这个黑色很好理解啊 一个是往上提就是压暗 啊 往下压呢 就是提亮的一个意思 亮 哎 刚才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很好说 老师这和滤镜里边的色调不一样吗 其实同学们来看啊 其实是不一样的 哎 老师为什么不一样呀 同学们来想啊 我们在这个滤镜里边 HSR工具 是调整的是什么呀 调整的色相 啊 还有什么呀 饱和度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呀 明度 对不对 那么相对这里边哈 它有点相似 但是呢 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色相我们调整起来 已经非常明白了 对不对 啊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我们饱和度啊 也是非常明白 对吧 但是在这里边也会发现 没有说明确的色相调整项 饱和度调整项和明度调整项 这里边是什么呢 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互补色 和一个补色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颜色叠加的一个关系 以及颜色相减的一个关系 哎 其实是这个道理啊 那就我拿花来举一个例子 来给同学们调一下 你们来看一看 好吧 或者说拿什么呀 我先拿这个 我先拿这个叶子吧 把这张画面 我们来调一调 我给你们调一下 看一看 你们来看一下感觉 好吧 先来调这个叶子 来个啊 好 那调这个叶子呀 同学们 哎 我现在来调啊 哎 同学们来看 为什么叶子没有改变呀 同学们 你看 我怎么调这个参数 这叶子这咋回事啊 你看难道不是这个颜色 我再往下调一调试试 难道是这个颜色 哎 同学们来看 这叶子还没有改变 选绿色 哎 对的 非常聪明啊 在这我们应该更换什么呀 应该更换色彩通道了呀 是不是 你想调叶子 叶子是什么颜色 它是一个绿色 所以说呢 你要把色彩通道来更改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张画面呀 他弄了一个荷花 啊 那么这节课呀 我来教给同学们调一个什么呀 调一个古风感的一个荷花 好吧 我们来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叶子是一个绿色 哎 我想调一个古风感的 哎 写这个古风感呀 我想一下古风这个电视剧啊 呃 如意传 大家看过吗 啊 或者说 那个 或者说 我这个还有什么呀 呃 还有还有还有啥样的古风电视剧啊 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古风电视剧 还有这个延续攻略 大家看没看过 延续攻略肯定是很火的吧 啊 那是属于一个古风的电视剧 延续攻略里边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运用啊 其实非常的高级 呈现出什么呀 呈现出一些灰色调啊 或者说一些高级灰的一个感觉 哎 振华状也是 振华状里边的颜色呢 其实也是呈现出高级灰的感觉 啊 有点偏向于古风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哈 现在这个叶子呀 同学们来看哈 啊 我感觉太绿了 啊 没有说那种偏轻的感觉 像是古风嘛 哎 比如说大家看十面埋伏 是不是啊 一般都是我们这个竹子偏什么颜色呀 偏轻绿色的一个感觉 哎 而且保护度呀 非常非常的低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调整一下 这个叶子啊 我现在太绿不够轻 那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说往里边加点青色 哎 让这个叶子变轻一点呀 是不是 老师怎么加青色呀 这不就有个调整项了吗 往里加青嘛 是吧 来 加青 哎 同学们来看 叶子不一样了 之前 之后 之前之后 啊 更清了 更冷了 好 然后呢 我再来看一下杨红老师应该怎么调整呀 杨红色啊 哎 我先来去给他往下剪 同学们来看 好看吗 你先要弄明白 杨红色啊 他分别是什么颜色 这边是杨红 哎 然后呢 这边什么呀 这边是一个绿 好 比如说同学们来看啊 我先把杨红剪掉 我先来给他加点绿 你们来看好不好看 不好看 是不是 老师说有点太绿了呀 是吧 整张画面是吧 绿的就是闪闪发光了 这种感觉肯定不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嘛呀 这个时候呀 我们需要来加杨红 哎 这时候其实有很多同学不太理解 我说老师 为什么说在杨红这 你要来把杨红加上来呀 当你把杨红剪下来的时候呢 他是往绿色里边来加 往这张画面里边加绿 但是绿太多了 其实并不好看 当你去给他加杨红的时候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你是去给他 哎 相加绿色的一个互补色 加杨红色 其实是什么意思呀 把绿色抵消 或者说降饱和 同学们来看 饱和度还有那么高吗 饱和度瞬间下来了 对吧 这就是互补色的一个作用 看到没有 哎 可以帮他把颜色抵消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黄色这呢 哎 黄色这哈 哎 我应该去给他加黄吗 其实不应该 哎 黄色加进来太黄了呀 给他减黄呀 偏冷点啊 偏点古风的感觉 冷点 哎 哎 然后呢 我再来干嘛呀 我再来给他哎 压暗点 太亮了 是不是背景太亮了 哈 再来给他压暗一点 你看啊 压暗 哎 好 再减黄 好 再压 OK 同学们 我们来看绿色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不一样了 对吧 有一点点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绿 同学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荷花 同样是荷叶 同样都是绿色 那为什么这个调了 他这个没调啊 你看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你看一点都没效果 你看 你看 感觉都没改 因为这个叶子还是该是什么颜色 还是什么颜色 有同学能思考出来 这是为什么吗 你再来对比一下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是不是颜色通道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叶子偏什么颜色比较多呀 其实是偏什么 偏黄色比较多 这里边大量的一个黄色 哎 然后我们来找到黄色通道 你来给它调一调 哎 然后呢 你来把这个黄色来给它剪掉 同学们来看 这里边太多黄太黄了 对不对 怎么办呀 你给它剪掉不就行了吗 剪黄的有什么啊 加蓝啊 是不是 黄色来给它剪掉 同学们来看 还有那个黄吗 没有了 对不对 你看 哎 没有了 好 再来给它加点青 哎 再来给它降点饱和 饱和度降下来 哎 雅致的感觉要有 行 那么现在还剩什么呀 哎 还剩我们这个荷花没调了 我们再来调调这个荷花 这个荷花呀 现在感觉和背景的颜色哈 有点太冲了 而且这个荷花偏摇红偏的太重了 太冷了 是不是啊 怎么办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荷花这个冷的感觉 落下掉 首先我来给它加点红 让它红一点 其次呢 我觉得荷花摇红色太多了 把摇红色我来给它剪掉 好 然后我还觉得这个荷花呀 哎 可以再暖一点啊 暖冷暖对比的一个效果出来 好 荷花太亮了 是不是 太怎么说亮有点太过了 再压暗一点 哎 棱角分明的感觉 层次感出来压暗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的一个画面效果 这个荷花的一个通透感出没出来 我们来感受一下好吧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哎 怎么样同学们 这就可以了 对吧 这其实就是一个可选颜色的神奇之处 可以通过四个调整项 把整个画面的一个颜色 哎 给我们改变掉 甚至说给我们优化到更好看的一个感觉 好吧 同学们啊 这就是科学颜色的一个调整项了 以及他的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啊 其实就是互补色 或者说颜色相加相减的一个感觉 好 那现在我来问一下 呃 我们这个哎 这四个调整项现在明白了吗 应该怎么调整了吗 清晰没问题 来做一锅小数字叶好吧 啊 知道青色 阳红色 黄色啊 应该怎么调了吗 啊 包括我们这个黑色是什么意思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没有问题好 然后再来给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两个下面这两个是什么呀下面这两个是一个相对啊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绝对啊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这个相对呀力度小 那么绝对呢力度大 好 然后呢我来给他调一调同学们来看啊相对 绝对 相对变化的小是吧 相对变化的小是吧 荷花还有点偏洋 好 好 同学们我们再来看啊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呀 后面还有一个萌版选项 啊老师我们这个萌版应该怎么用呀 这个萌版呀可以帮助你呃怎么说呢 调整整个画面的一个细节或者说呢分区进行调整啊 比如说老师啊 我就想调整这个画面这个花叶子我不想发生改变 怎么办呀 你有萌版呀 你把叶子来给他擦掉啊 你把叶子来给他还原 走 同学们来看啊 叶子你来给他还原成原来的模样 能不能还原可以还原啊就可以通过一个萌版的一个调整项啊 来给他进行一个还原哎 这是萌版的一个多层次运用啊 哎 同学们来看现在只是针对什么呀 只是针对一个花进行了一个调整 对吧 那有同学说了啊 老师我我就想针对于一个什么呀 我就想针对于一个花进行进行不进行改变 针对于一个叶子进行调整 你可以把花单独留出来啊 把花留出来 哎 好 哎 好 走 好同学们来看 现在是不是啊 就是花没有变 而周围的叶子呢 都发生了一个改变 这其实是一个萌版的一个运用啊 或者说萌版的一个灵活的灵活的一个综合使用啊 萌版的一个意思 行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科学颜色啊 呃 在这就已经给大家演示完了 其实就是专门用作一个颜色辅助调整的 预处理完了啊 或画面要结束了 或者说要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细节颜色调整了 我们会用到科学颜色的一个调整 行 那我现在再来问一下同学们 科学颜色啊 学没学会 知道有哪些调整项了吗 知道应该怎么调了吗 清晰 清晰没问题 做一波小数字一好吧 有同学不太能接受这个色调啊 呃 怎么给大家说啊 呃 这个东西啊 怎么说啊 艺术这个东西啊 大家不要把它说的太绝对啊 或者说不要把它定义的太绝对 不要觉得自己欣赏不来的东西 就是说不好看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啊 同学们可以去搜一下爱马仕的官网啊 去搜搜一下那种啊 外国品牌那种啊 那种官网 你觉得你觉得你能欣赏的来爱马仕那个海报吗 你可以去搜一下爱马仕的海报啊 你绝对欣赏不来爱马仕那个拍摄风格 包括他的视频拍摄风格 包括他的官网风格 非常的简单 白白白啊 他的这种啊 海报拍摄风格 外的啊 然后在沙漠里边等等等等吧 或者那种是吧 交叹里边啊 礁石里边拍的啊 包括毕加索 同学们看过毕加索的画吗 是不是 毕加索的画啊 到了毕加索后期的时候啊 他全部都是画的抽象的 非常非常的抽象 就是几笔 你根本理解不了说这幅画在表达什么 但是就是高级 所以说艺术这个东西啊 没有界限 你要用一种包容性的一个心态 哎 然后呢 来进入到这个里边 是不是 包括我们做海报啊 包括去做一些东西 是不是啊 不能说以批判性性的一个精神 或者说就以自我为中心 是吧 来说那也是不太不太行的啊 好 然后再来给同学们讲一下 那个 第二个工具啊 第二个工具啊 叫做曲线工具啊 这个曲线呀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 曲线有一句话叫做 得曲线者呀 得天下啊 这个曲线一共有三个作用 首先第一个作用呀 它可以调整画面的影调 啊 第二个作用呢 它可以调整画面的色调啊 第三个作用什么呀 第三个作用呢 哎 我们要干嘛呀 我们要对画面 我们可以针对画面的一个局部 哎 来进行调整 哎 所以说呢 同学们要注意了啊 我们曲线的一个作用 就是这大体的这三个作用 然后呢 同学们可以来看曲线 首先呢 我们可以说调整什么呀 我们是可以调整这个画面的一个明暗的 通过一个rgb的一个曲线 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干嘛呀 我们可以调整画面的一个颜色 啊 一个红色 一个绿色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蓝色 啊 一共这三个通道 那现在我带两同学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曲线的一个运用啊 我把这个删掉 好 走曲线 哎 好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啊 我们这个曲线里边的一些基本的面板啊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曲线最上面的这个位置叫做什么呀 叫做预设啊 这个预设里边啊 其实也是费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预设啊 哎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首先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彩色浮片啊 有一个反冲 叫暗 哎 增加对比啊 较量啊 是不是啊 哎 浮片啊 等等等等 非常多啊 来给大家看看它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 哎 我把我换一张照片吧 这张照片其实效果不是很明显 换这张照片 好 我来找一个曲线 来建一个曲线 好 然后来调一下 好 同学们来看这些预设好不好看 来 来看 来看同学们 好不好看 浮片啊 然后这个强对比 然后这个彩色浮片 感觉有点怪怪的 是吧 感觉嗯 呃 说不出来的怪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这些预设啊 也没有必要来使用 因为每张画面的一个影调不一样 我们要调整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预设呢 我们直接说来给它摒弃掉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默认值 这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哈 再来往下看呀 是它的一个通道的一个选项 一个是RGB通道 一个是红绿蓝通道 那么这个RGB通道什么意思呀 它是可以调整画面的一个明暗 哎 好 那么这个红绿蓝通道呢 红绿蓝通道呢 它是可以调整画面的一个颜色的 哎 分别可以在红色通道调整 绿色通道调整 以及蓝色通道调整 好 然后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RGB通道啊 这个RGB通道呀 在对应我们下面呢 有一个对角曲线 写对角的啊 在我们对角曲线上面 我们可以任意的定点啊 任意的来给它进行哎 看没有定点定点 然后呢我们定完点之后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个定点调整画面的一个明暗关系 往上提是提亮 往上压是压暗啊 你来看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哎 好 然后现在我来问一下同学们 有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曲线向上提是提亮向下压是压暗吗 有同学知道这个原理吗 来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原理啊 贴啊 你看亮啊 亮啊 有同学知道吗 我先来喝口水啊 好 知道啊 来给同学们讲一讲啊 然后你往上提啊 你会发现是提亮的一个效果 你来看下面的一个数值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输入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还有一个是输出 对吧 我们都说啊 0到255啊 是一个什么呢 由暗是不是 然后呢什么呀 变亮的一个过程 是吧 然后0是最暗的 然后255是最亮的 你看它从什么呀 它从97往哪走了呀 往165走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逐渐的变亮的一个数 从暗的一个数慢慢的 像255在靠近 是吧 输入是什么呀 原始的输出是我们调整之后的 是这个意思 你往下压呢 你再来看数值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由大数 由255在往哪靠近啊 再往0再靠近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边案的啊 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数值的意思 或者说呢 它的一个啊 怎么说呢 它的一个道理所在啊 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 然后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曲线的一个调整思路啊 这个曲线的一个调整思路啊 其实是两个调整思路 首先第一个调整思路是什么呀 第一个调整思路呢 是凭自己的感觉进行调整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调整思路 凭自己的一个主观意向进行调整 你往上提 是提亮 你往下压呢 压按 比如说这张画面 老师我觉得它按 你可以来给它提 老师我觉得有点太亮了 我可以来给它压 比如说老师 我想寻求那种高对比的感觉 你可以给它拉一个小的S型 寻求那种高对比的感觉 老师我想寻求低对比的感觉 那么你可以来给它拉一个反的S型 你来给它寻求一个低对比的一个感觉啊 来 同学们来看 乌蒙蒙的感觉 是不是 就出来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意向啊 凭自己的一个感觉 直接手动来进行调整就可以 然后另一个怎么 第二种方法是怎么调整呀 主观感觉 另一个是什么呢 另一个呢 是我们可以凭着一个直方图来进行调整 直方图呀 它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张画面的一个亮暗所在 对吧 那比如说直方图 我们左边这一块是代表的画面的暗部 中间这一块代表的画面的灰面 右边这一块代表的画面的亮部 对吧 那比如说现在老师我觉得画面 这个阴影的位置有点太暗了 我想把阴影的位置再提亮一点 不想让它这么暗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可以把阴影这一块来给它往上提一提 来 走你 往上提一提 你看阴影变亮了 对不对 那老师我觉得这个高光的一个位置呀 我想再提亮一点 那你找到高光的位置你再来给它提一提 同学们来看 高光的位置又亮了 是吧 但是有些同学呀 对于这个直方图的一个判断呀 不是说特别能理解 或者说不是说能判断的特别的精准 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老师呢 那我还能用说这个直方图这个精细的一个方法来进行调整吗 也是可以的 你来看一下左向角的这个位置 哎 同学们来看啊 这有一个小手 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这个称之为智能抓手 哎 或者说叫做智能选择抓手 这个小抓手啊 你来选择它以后啊 它是一个深色底的 你取消选择呢 它是一个没有底的 我现在选择它以后 我干嘛呀 同学们来看 我现在觉得暗不远偏暗 怎么办呀 智能抓手点击一下 你会发现它自动的帮助我们在直方图上定点了 哎 对角曲线上定点了 我觉得我这个量部要调一调 你点击一下智能的帮助我们在量部的位置进行了一个定点啊 当然了这个智能抓手呀 也可以帮助我们直接进行调整 小抓手点击暗部的位置 不要松手 你会发现小抓手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变成了一个小手 哎 同学们来看啊 我再来演示一下 点击不要松手 变成了小手 你往上拖 往下拽 它可以帮助你控制曲线 来看 是吧 那调整量部呢 点击不要松手 变成了小手 往下拖 往下拽 提 拽 提 拽 是吧 老师我觉得这个 这个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 云后面这个云我想调一条啊 提 拽 提 拽 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不对 一般我调整呀 我都会选择什么呀 我都会选择这个智能抓手啊 来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这张画面 我觉得暗的位置太暗了 我来给他提亮啊 来给他提亮一点 哎 同学们来看 暗的位置来进行了一个提亮的一个处理了 是吧 好 那现在我先来问一下同学们啊 对于我们这个曲线啊 基本的界面啊 以及呢 一些基本的一个使用 怎么说呢 使用思路 现在聊不了解 清晰没问题 来走一波小数字一好吧 基本就是两个使用思路 一个是主观意想 自己凭着感觉调 第二个呢 可以凭着职方图 不是凭着这个智能抓手来进行调整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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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接下来呢 我再来给同学们讲一下啊 我们这个曲线呀 我们刚刚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呀 刚刚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使用方法 哎 同学们来看单纯的对于一个暗部进行了一个提亮的一个处理 是不是 然后呢 同学们来看啊 你把暗部提亮了以后 这好不好看呀 你来看 天空的位置好不好看 不好看 对不对 哎 所以说曲线单纯的这样使用啊 是不行的 那老师我们像是这种问题 曲线应该怎么使用啊 曲线配合选区 配合蒙版进行使用 你现在调整这个暗部 它就会影响到整个亮部的一个关系 爆了 对不对 过爆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分区单独调整 和大家说啊 曲线可以叠加使用 你可以叠加10个曲线使用 你可以叠加20个曲线使用 只要你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比如说这张画面啊 我来给它叠加多曲线重复使用 你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可以单独的先把楼的位置 做一个提亮处理 我把楼的位置呢 用快速选择工具 单独的来给它做一个选区 哎 好 哎 好 边缘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好 可以同学们 我们边缘已经来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选区了 来给它做一定的语画 把边缘过渡一下 语画六七个数值就行 然后来给它找一个曲线 哎 这时候同学们来看啊 当你有选区添加曲线的时候 它这个模板自动的会给你把这个选区的位置进行规划出来 然后呢 没有选区的位置就不显示出来了 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可以针对楼的位置用小抓手来做提亮处理 好 当这个楼提亮了之后呀 你会发现老师天空又觉得暗了 天空啊 我在单独的进行一个提亮的一个处理 我再把天空单独的做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呀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快捷方式 单独的来给天空进行一个勾选 怎么来勾选呀 我们楼的选区有了吗 还剩下画面的另一半 对吧 Ctrl加I 反选一下不就行了吗 来 把楼的选区按住Ctrl键 点击蒙版 来给它调出来 然后呢 我们ShiftCtrl加I 反选 然后呢 这个天空那个选区 它就已经有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来点击曲线 你把天空的位置 再来做一个提亮的处理 好 然后呢 你如果说你觉得画面 现在比较均衡了 你可以再来给它建立一个曲线 这叫做一个整体曲线 把整张画面来给它提亮 好 同学们来看 画面现在没起到一个提亮的一个效果 这三个曲线的一个运用 来看 之前 来看 之后 那么提亮的均不均匀呢 有没有那种个别过曝的一个感觉呢 没有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曲线的一个综合运用 以及曲线配合蒙版的一个运用 来看 第一个曲线单独调楼 第二个曲线单独调天空 使两者相均衡光影均衡 第二三个第三个曲线整体综合性的调整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什么RGP通道明暗通道的一个调整 然后再来给同学们讲一下我们下面这个红绿蓝通道 红绿蓝通道是调整什么呀 是对于色彩 进行一个调整 同学们可以来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我先把红色往上提 红的 我把红色往下压 轻的 同学们能感觉出来 这什么原理吗 我看下来有哪通学能说出来 红 青 红 青 红色和青色在色相环上是不是相对180度 它也就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也就是一个互补色 又是一个补色 对吧 我把红色删掉 我再来看 那么绿色呢 绿 阳红又是一个补色 然后再来看 蓝 是吧 黄 是不是 又是一个补色 对吧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调色依据呢 互补色 以及什么呀 以及支持色 互补色什么意思 色彩环180度相对 对吧 老师支持色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张画面现在偏黄 我想让它再黄一点 又往里加黄 黄色是什么呀 黄色是现在这个画面 其实是它的一个支持色 是这个意思 那么曲线这个颜色这里边 不单单是一个互补色的一个意思了 在曲线这里边呢 我们要运用的是什么呀 要运用的是一个颜色的一个叠加 就比如说啊 我来给大家出一个小题吧 老师啊 我想让这个画面呀 偏轻一点 同学们觉得怎么调才能让这个画面偏轻一点呢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呀 我可以通过一个红色 我来给它减红加青 画面就轻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调整方法 那还可以干嘛呀 蓝加绿等于什么呀 蓝加绿是不是也等于一个青色呀 你来给它加蓝色 你再来给它加绿色 最后等于什么颜色呀 其实也等于一个青色 对不对 颜色的一个叠加 然后再来给你们练习一个吧 好吧 再练习一个颜色 我再想想你们调什么颜色啊 老师 我想调一个洋红色 好不好 我想让这张画面偏的洋红一点 那是不是我可以选择什么呀 我可以选择绿色这里边 我来给它加洋红 可以得到一个洋红色 那如果说现在我想通过别的途径 能不能给它叠出洋红色来 也是可以的 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 等于洋红呢 其实是蓝色加红色 等于什么呀 等于一个洋红色 这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叠加 那比如说这张画面 我来给它调整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色调 我来给它调整什么呀 我来给同学们调整这一个日系清晰 小清晰的一个感觉 小日系清晰的一个感觉 日系清晰一般都是偏轻一点 偏亮一点 我可以给这个画面来给它加点青色 稍微的给点青色 好 青色给进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丰富 我决定再来给它加点青 怎么来给它加 我通过一个绿色 我通过一个蓝色 我来给它加点青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相比刚才更加的干净了 如果说觉得画面不够明亮 你可以再来给它提的明亮一点 暗部的位置 你可以再来给它提亮一点 好 现在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画面通过曲线调整 之前之后的一个对比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对不对 有点偏小清新的感觉就调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曲线的一个综合运用了 一个颜色的一个调整 一个影调的一个调整 老师调整赛博朋克风 不可能调整赛博朋克风的 为什么调整色彩 需要根据什么 根据画面所存在的元素进行调整 一般赛博朋克风 它那个画面里边有什么 霓虹灯 是不是各种炫彩的灯光 以及那种彩色的灯光 能够满足我们调整出阳红色来 调整出蓝色来 调整出青色来 以及调整出橙色来 但是这张画面里边 它有那些元素所在吗 没有 那就比如说 像是我们这张画面 老师这张画面 老师我调中国风行不行 大家觉得能调整出来吗 调中国风你都调不出来 为什么 没有中国风的元素 是不是 调赛博朋克 你需要有赛博朋克的元素 老师晚上才行 晚上这张画面也调不出赛博朋克来 为什么 这张画面 它没有说那些 怎么说 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在 有灯光吗 没有灯光 有那种霓虹的感觉吗 也没有那种霓虹的感觉 它只是单纯的一些楼 单纯的一个天空 所以说你调不出来的 哎 一定要记住了啊 画面中有什么元素 它就决定了这张画面 它能调什么颜色 或者说它往什么风格去偏 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现在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 老师啊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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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于赛博朋克的感觉 你觉得能调出来吗 调不出来 是不是啊 老师我想调 那个啊 稍微的偏点这种啊 发发是复古的感觉 能吗 哎 也不能 是不是啊 调不出来 因为没有那些元素所在啊 所以说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哈 好 然后呃 再来给同学们 再来问一下同学们啊 对于曲线的一个综合运用 现在有没有学会啊 清晰没问题 来走一波小数字一好吧 曲线同学们一定认真琢磨一下 配合猛版的一个使用啊 荷花可以调中国风 那当然呀 是吧 在中国的 荷花非常的 非常 在古代是吧 荷花就经常被啊 化作国画是吧 用在用在写意里边 工笔里边也有 是吧 没问题是吧 好 然后再来给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的最后一个工具 叫做什么呢 叫做色相薄荷度工具 啊 这个色相薄荷度工具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整 全部啊 或者说呢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 某一个颜色的色相薄荷度 以及明度 啊 来给同学们看看这个 呃 色相薄荷度工具啊 啊 四面荷花 三面柳 一层半 一层山色 半层湖啊 这不是济南出来的吗 这济南的那个 济南市标下面不就有这个吗 啊 找色相薄荷度啊 来同学们来 呃 找哪个呀 我拿哪张画面呀 我拿这张画面吧 那这个花吧 好吧 这不是形容济南的吗 对吧 大明湖嘛 对啊 好 我们来看东西们啊 色相薄荷度工具在哪呀 还是在这里边啊 有一个色相薄荷度工具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色相薄荷度工具里边这个预设呀 也没有必要用啊 不怎么好用嘛 是不是 所以呢 直接关掉就可以 不要管它 啊 然后再来看下面有个什么呢 下面有一个全图啊 你下来菜单拉开以后啊 有非常多的东西 第一个全图 第二个红色 第三个黄色 第四个绿色 第五个青色 第六个蓝色 第七个洋红色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它可以针对全图进行调整 色相薄荷度明度 它还可以针对单个颜色进行调整 这对黄色红色进行调整 针对黄色进行调整 针对绿色进行调整 以及针对青色进行调整 都是可以的 而且它们调整是互不影响的 来给东西们调整看看啊 首先调整全图 来走 朋友们来看 整张画面都发生改变了 是不是 哎 好 然后呢 我再来看看 我调整红色呢 哎 红色的部分发生改变了 好 那我老师 我再调整这个绿色呢 你会发现 哎 绿色的部分 发生改变了 是吧 哎 这就是一个参数的一个调整 每个通道都有每个通道对应的一个参数 哎 老师这左边怎么这还有个小手啊 这个小手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小手啊 和我们这个曲线里边的一个小手啊 其实略微有一点点的像啊 也是一个什么呀 也是一个智能选择的一个小手啊 那比如说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哎呦 比如说现在这个颜色 老师我实在是分辨不出来啊 这是什么颜色呀 你可以用小手啊 你来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你看同学们 这是一个青色在影响啊 点击一下 你再点击一下这儿啊 这是一个绿色在影响改变了啦 你点击一下这儿啊 这是一个阳红色在影响 你点击一下这儿啊 它是一个黄色在影响 它可以自动的帮助你选取 哎或者说自动的帮助你更换的一个调整通道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调整通道下面呀 一共有三个调整项 色项是什么呀 叫做色彩的项目 比如说啊 这个颜色是青色的呀 还是蓝色的呀 还是阳红色的呀 还是说黄色的 还是说橙色的呀 这就是色彩的一个项目 而饱和度是什么呀 饱和度呀 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什么呢 啊 鲜艳程度 饱和度越低啊 颜色呢 越暗淡 你来看 啊 饱和度越高 颜色越鲜艳啊 就要保护度 明度什么意思呀 明度呀 它所指的就是画面的一个颜色明暗 往上提亮 往下压暗 哎 明暗关系啊 明亮程度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来调整色相 来调整保护度 以及来调整明度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下面这呀 还有几个小抓手啊 而这几个小的吸管是什么意思啊 这几个小的吸管呀 它可以说智能的帮助我们 哎 定位颜色 同学们来看 是吧 哎 也是一个定位颜色的一个作用 好 然后呢 同学们还会看到 老师后面有加号吸管 有减号吸管 这是什么意思啊 加号吸管是加颜色 减号吸管是减颜色 那比如说我来调这个叶子 哎 同学们来看 我这个叶子呀 你会发现啊 这变了 是不是 后面也变了 当你不想让这个地方发生改变的时候 或者说单独的让这一块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减号吸管 把这个地儿的颜色减掉 把这个地儿的颜色减掉 它可以单独的让这个颜色范围呢 减小一些 那说实话 不是特别的好用 这个加号吸管呢 是增加颜色的 哎 调整的范围更广 你来看 是吧 来看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前面这个也受影响了 说实话 这个加号吸管 减号吸管 一般不会用到 因为它的这个效果 说实话 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感觉略微有一点点的不符合我们想要调整的感觉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后看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着色 这个着色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着色呀就是说给这张画面整体的添加一张颜色 来着色 同学们来看 什么样的颜色都有 你可以给这张画面进行颜色的添加 来看 也就是说来给它覆盖一层颜色的意思 这就是着色的意思 但你不着色了 其实就是调整色相饱和度 敏度的一个意思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色相饱和度 这个工具 这节课给大家讲了三个工具 曲线 然后呢 还有科学颜色 还有色相饱和度 对吧 这就是我们今后要常用的一个工具 好 那现在我来问一下同学们 对于我们本节课 学的这三个小的一个调色工具 现在理不理解了 清晰没问题 你也做一波小数字一好吧 然后呢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然后带你同学们来试操带练啊 要来学习一下 韩式困难照啊 然后呢 来用一下我们这个调色工具 没问题是吧 行啊 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啊 十分钟之后呢 带你同学们来用一下 我们这个调色工具 我把这个字给大家打出来 来选择一个蓝色的吧 换手歌 啊 对对对对 怎么变成20分钟了 我刚看见 我在想歌呢 我还 冯冯 瞄瞄过去 年年远远失去 究竟还有多少欢喜留在我的心底 看不起 春晓你今天干嘛来 看孩子 春晓不就是看孩子吗 我都知道了春晓天天看孩子 继续 于是无不得写下去 却让结局成了悲剧 一切都只不过是完美的闹剧 离不开虚话的等候焦虑 这是现实下的规律 来不及回到过去 去找你来 你不在家 好家伙豆哥 你现在这厉害了 东奶 我今天我也去找你来 你咋不在家 他把我拒之门外 让我在寒冷的冬夜 对啊 春风吹呀吹 吹入我心扉 想念你的心 蓬蓬跳不能入戏 为何你 爱你 不懂我活的忧誉 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 弯弯的想你的美 想念你的心 持续前进不许推 我说你呀你 可知流水飞无情 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 就在这花好月月月 两心相安心相约 在这花好月月月 有情人而成双对 我说你呀你 这世上还有谁 能与你鸳鸯溪水 我也出去玩了 出去小鸣啊 还在那儿说话 明月即时永 明月即时永 怕就问蜻蜓 怕就问蜻蜓 是天上宫阙 今处是何年 就在这花好月月月 两心相爱心相约 在这花好月月月 有情人而成双对 我说你呀你 这世上还有谁 能与你鸳鸯溪水 被一双双飞 本月与月月满清提前联系经纪人 好家伙春晓你这一位厉害了啊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静 经纪人竟忙着收玉米呢 秋收了啊现在啊 这是收玉米的时候 明天傍晚却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隔几个碗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天亮的 都是奶是你的经纪人啊 还是老张是你的经纪人啊 还是柚子是你的经纪人啊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好吗 柚子是你的经纪人啊 来我现在我再现招募经纪人 谁想当我的经纪人 再现招募啊 想当我经纪人呢 举手 哪方面的经纪人 全方面的 请问这人干什么呀 主要就是负责那个 比如说 豆奶今天想见我 是吧 来接待一下豆奶 老张今天想见我 就接待一下老张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接着做饭不需要 我会做饭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好吗 想方面的 哈哈哈哈 工资啊 工资啊 工资的话 面谈吧 工资肯定高高的 是吧 月2块5的3块5的多好说 4块5也行 好说 在简安有个茶楼啊 简单茶楼怎么说 人少 没有人 没有人说 就是去喝这一块 你像是我去成都玩的时候 成都遍地是茶楼 是吧 是茶馆是吧 随便找个小茶馆 这一座是吧 免费蓄水 然后在那儿就能喝一下 我是吧 找个小公园 是吧 找个小池子边上啊 看着 看着荷花 看着金云 喝个茶 聊个天 看个书 多好 多歉意 但简单不行 没有这个氛围 对 特别悠闲 特别特别悠闲 我去成都的时候 我点了一杯茶 我喝了一下 两杯吧 可以说是两杯 很正儿你知道吗 好 一分钟啊 最后一分钟 经纪人是不是什么都能干啊 你问问柚子 柚子不就是经纪人吗 你俩探讨一下 他是那行 我不知道呀 晚上出来找的 你问问柚子 经纪人一般都在亲戚说话 样样能行吧 你和柚子探讨一下 柚子吃掉 疯了吧 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到时间了 来 关掉 好 那么我们的第二节课 来讲一下什么呀 第二节课就是来讲一下 这个 韩式婚纱罩的一个修饰啊 首先第一部分 来给同学们 介绍一下 这个韩式婚纱罩 介绍一下 我们韩式婚纱罩的一个市场 哎 以及再什么呀 再第二部分 给同学们 赏悉一些韩式婚纱罩 第三部分呢 来总结一下 韩式婚纱罩的一个特点 第四部分 进行实操待练 好吧 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给同学们 讲一下这个 韩式婚纱罩 以及给同学们讲一下 韩式婚纱罩的一个市场啊 这个韩式婚纱罩呀 又称之为什么呢 又称之为简约韩式啊 这个韩式婚纱罩 现在在我 在我们国家啊 在我国已经流行 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了啊 而且呢 越来越多的人呀 喜欢这种韩式婚纱罩了 哎 在我国的一个接受程度呀 是比较高的 哎 这是为什么呀 但我们可以从哪 我们可以说从文化来想一想啊 韩国呀啊 是不是啊 还有中国呀 是不是啊 都属于什么呀 都属于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群体 我们也都属于黄中人是吧 哎 整体的一个文化接受度或者是相似度来说啊 是比较有点的哈 再是什么呀 再就是我们这个呃 韩国的一些文化元素 在我国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这个电视剧 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这种韩剧在我国很很受欢迎啊 太阳的后妈呀 是不是啊 那个来来自那个来自那个星星的你 是吧 还有那个什么 前两天出了一个特别火的一个韩剧 呃 叫什么 章章鱼游戏 是不是 哎 对 是章鱼游戏啊 包括那个 还有很多这种韩国的演员 是吧 在我国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壮汉 那叫啥 那个马东西呢 知道吗 啊 很多人都叫虾马哥是吧 啊 这个马东西 你们记住了吗 知道吗 啊 暴力男是吧 特别壮啊 他演的电影基本上是打戏 是吧 还有很多韩国的这种歌曲 韩国的这种综艺 Running Man 啊 鸟说 高男斯带是吧 等等等等的 在我国接触程度来说很高 啊 很多年轻人呀 是不是都喜欢看啊 那这个韩国欢迎照呢 其实也是有一些韩国文化元素在里边的 韩国的一些流行的一些东西融合在里边的 在我国的接触程度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啊 哎 然后年轻人的普遍其实是比较喜欢的 哎 这就是我这个简约韩式的一个欢迎照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欢迎照的一个感觉好吧 你们来看一下右侧的这个图片啊 这就是这个韩式会认照啊 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感觉 同学们来看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 来感受一下好吧 先来看一下第一张画面 哎 比如说我们这个背景啊 啊 整个人啊 啊 整体的一个装扮呀 同学们来看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吗 啊 有那种浓妆艳抹的感觉吗 来观察一下 啊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画面 背景啊 哎 整个人啊 有没有那种花里胡哨浓妆艳抹的感觉 再来看第三张画面 背景啊 啊 整个人啊 哎 同学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什么呀 画面非常非常的干净 是吧 整个人物的一个妆容很简单 很淡雅 很素雅 是不是 包括整个人物也没有说过多的一些头饰 没有说过多的一些手饰 包括整个背景也是很简约很干净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小姐姐呢 也是这个样子背景很干净 妆容很简单 是吧 很素雅 然后第三个小姐姐呢 也是有点这种暖色调的感觉 是吧 整张画面也都是这种非常亮啊 亮暖的一个效果 啊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好吧 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几张画面 哎 同学们来看了 颜色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了是不是 冷冷啊 暖 哎 这时候同学们来想 对于这个韩式混纱招来说 有没有固定的色调体现呀 啊 有没有说韩式玩这儿啊 哎就一定要说暖的 哎全部调暖的 哎有没有说韩式玩这儿就一定要是冷的 全部调冷的 好像发现一个问题 没有哎 是不是啊 同学们注意了啊 要怎么调啊 还是说要根据画面所存在的一些元素进行调整 哎 同学们就这点一定要记下来啊 那么再什么呀 再就是韩式玩这儿呀 它的一个影调啊 也没有固定的影调 那比如说这张画面你看很明亮 哎 很明亮 你再来看这张画面没有那么明亮了 是吧 有点偏暗的感觉啊 再包括同学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张画面呢 也是有点偏暗的感觉 对吧 不同的影调不同的环境 而体现给我们的视觉效果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这种 这种是吗 这种叫做逆光 啊 这个逆光的一个环境啊 体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呀 这种人物的一个轮廓感 是吧 画面的一个色彩丰富性 哎 再是什么呀 再来看一下这个逆光呢 还是说这种轮廓感的一个体现 以及丰富性的这种体现 是吧 那再来看一下这种夜景呢 哎 这种夜景呀 哎 你会发现把周围做暗了 把人这单独亮起来了 突出主体人物的一个作用 是吧 也是非常不错的 哦 你再来看一下这种光照的一个感觉 这种光斑的一个感觉 在人身上也是很棒的 哎 所以说了 记住了 还说完这儿其实没有固定的影 第二没有固定的色调 要根据画面所存在的感觉 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 综合的一个调整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三张画面 这三张画面啊 同学们会发现 哇 老师这三张更亮了 是吧 非常明亮的一个画面 哎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一张 哎 画面很干净 也是很简约的 是吧 那么第二张呢 也没有说那些乱糟糟糟的东西 也是比较简约的 这个简约啊 不单单说体现在背景上 也体现在人物这儿 同学们来看人物的一个动作 有那种夸张的动作吗 啊 有那种黑 黑帕的感觉吗 是不是没有啊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的一个动作呢 很优雅 是吧 一定记住了啊 韩世玩这儿 既然说体现这么肃静了 是吧 体现这么素雅了 那人物的一个动作 一定说来搭的起来啊 你别说人物的一个动作啊 弄个HPOP 弄个说唱那种感觉 编个脏辫啊 是吧 再来跳两下啊 那肯定是不太行的啊 然后你再来看第三张画面呢 哎 又是这种比较安静 是吧 这种感觉的啊 像是这种婚纱照的一个姿态啊 教育同学们怎么模仿啊 如果同学们实在是啊 和自己的女朋友啊 然后呢 不可以拍照啊 怎么办呀 你可以学呀 可以模仿呀 是吧 让自己女朋友拍照的时候 坐在一个台阶上 或者坐在一个凳子上 腿一翘 两个手放在腿上 可以算作一个动作吧 然后呢 然后你在女朋友身后抱住他 也算作一个动作吧 再包括说啊 两个人四目相对 也算作一个动作吧 或者让自己女朋友回头 是不是啊 也算作一个动作 甚至说你再来看两个人 晚上一起玩夜花瓣 这其实也能派出一组照片来 或者说你再来看一下 女朋友无嘴笑啊 是不是啊 两个人共同坐着呀 做一些摆姿呀 都可以做作为一些动作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同学们想学拍照 或者说想拍好照 完全可以说先从模仿来做起 把这些动作来模仿起来 然后把这些环境来模仿起来 现在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还示范这整体的一个特点 首先啊 这个背景啊 一定要干净啊 修得干净一点 然后呢 我们多采用什么呢 多采用一些纯色的背景 或者说啊 多采用一些干净的颜色背景 不要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感觉 再就是这个人着呀 尽可能说来给他做的白细一点 来给他做的明亮一点 然后再说来给他把身材啊 来给他修的苗条一点 别来给他挺着个大肚子 肯定不好看啊 而这个妆容啊 自然一些精致一些 优雅一些 体现出那种含蓄安静的感觉 再就是我们这个女士呀 一般会选择修身的婚纱 男士呢 一般会选择那种修身的西服 不但是这个修身在于啊 就是简简单单的把身材体现出来就行 你别就是渴着修身去瘦啊 之前我拍过一个客户啊 长得略微有点胖啊 应该差不多能有180多斤 190多斤 然后呢就想说拍婚纱照瘦一瘦 然后说挑个小马的衣服吧 然后呢把衣服他按照他自己的要求 按照他要求的尺码带过去了 然后呢他那个腿啊 小腿进去了 大腿呢进不去了 真的这当时非常的尴尬 然后呢我们又跑回工作室 又给他换了一个 然后又跑回婚纱基地去了 不要说就是太刻意的去紧啊 如果说这个衣服在拍照的时候 非常的紧啊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会显得整个人物太僵啊 太呆啊 最好是衣服稍微的有点宽松啊 然后呢不至于特别紧身 然后我们这个也配饰的话 一般会选择这个头纱呀 花环呀 会选择手捧花呀 这些配饰 行吧 那现在我带了同学们来修饰一下 我们这个韩式婚纱照啊 来单练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作业 好吧 来找一下婚纱照 走你 好同学们来看啊 画面怎么样 人是不是画面整体的一个位置还行是吧 构图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影调色调啊 影调的东西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调怎么样呀 比如说先来观察这张画面要突出谁呢 是不是要突出小哥哥 要突出小姐姐 但是主体人物有没有突出出来呀 我会发现主体人物并没有突出出来 是吧 有点偏暗的感觉 画面太暗了 主体人物不够突出 然后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呃这个头发呀同学们来看哈 哎 来看有细节吗 没有细节是吧 头发缺少层次细节啊 头发缺少层次细节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呀 我们再来看看呃人物皮肤太暗啊人物肤色太暗好 然后看看啊还有什么差不多影调就是这个问题啊 影调就是这几点三点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色调这个色调这呀 先来看一下主体人物的一个皮肤 大家觉得这个肤色好不好看呀 被儿黄对吧 太黄了啊 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的话呃 来观察一下花整体的一个颜色啊 绿叶的颜色不够绿啊 叶子颜色不够绿 哎 再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其他的感觉还行是吧 差不多啊 就是这几点问题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真绿这几点问题 把这个预处理啊 先来给他解决一下啊 来预处理 好 来找到绿镜 来找到camer绿镜 好 先来把这张画面呀 我来给他提亮一点啊 这张画面感觉太暗了 现在同学们觉得我首要我可以调整哪个参数呀 或者说我可以先调整哪个参数呀 我是调整高光调整曝光调整曝光还是调整白色 我可以先调整哪个 是不是我可以先调整曝光哪个参数 因为整体暗嘛 因为整体暗嘛 是不是啊 曝光提上来 亮一点 好 那个曝光提上来以后呀 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出现了 太亮了 是吧 这么慢 高光降一降 白色降一降 好 OK 再降一点 然后整个人物的一个头发层次呢 感觉现在还行 是吧 现在体现还可以啊 所以说这个阴影黑色我就先不动了 或者说你可以稍微的来给它降点 层次感再强一点 一点点 同学们来看 层次可以有 但别太强啊 一点点的层次就够了 OK 可以了 我们来看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哎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哎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什么呀 我再来调整一下颜色 同学们画面太黄 应该怎么调呀 这个白平衡 我可以怎么按照怎样的一个思路来调啊 或者说往哪边调呢 是不是首先可以调整一下色温 然后给它往冷色来偏一偏 把这个黄来给它剪掉啊 来给它偏点冷 来走 来冷一点 好 再冷一点 好嘞 可以了 差不多这个样子就行啊 同学们注意了 你别太冷啊 你看这个皮肤好看吗 不好看啊 你再回来一点 你看这个皮肤好看吗 也不好看 为什么太冷了 这个皮肤是属于一个黄皮肤啊 原来给它做的太冷啊 把这种暖的感觉 哎 来稍微的保留一下 哎 这种偏黄的感觉保留一下 好 整个人物面部呢 可以适当的再来给它哎 看看啊 加上杨红 哎 同学们来看 加杨红好不好看呀 我想让整个人物面部 我刚才想说红润一点吧 我来把杨红加进来了 你们来看好不好看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好看啊 可以适当的把杨红剪掉一点啊 然后让这个肤色呀自然一些 光照的感觉明显一点 哎 同学们来看 我来干嘛呀 我来剪杨红了 让这个画面啊 偏点这种自然的一个暖色 哎 不要太红 这张画面如果说再红点啊 这太怪了啊 所以说不太好啊 稍微的来给它剪了一点点杨红 加点绿 好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细节颜色 细节颜色的话 首先来看人物肤色是一个 这是一个橙色 然后花呢 这是一个绿色 包括这还有黄 哎 还有红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啊 人物脸吧 我觉得不够亮 我需要把人物脸啊 我再来做一个提亮的处理 橙色明亮度再提一提 亮起来好 人物面部再红润一点 单独把人物面部来加点红 红润一些 同学们来看 加点红其实会更好一点啊 好 再提亮一点 好 高光降一降 高光的位置太亮 提亮一点 好 然后再来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整张画面吧 我觉得有点什么呀 有点背景有点太冷了 是吧 我看看适当的把这个色温回来一点 回来一些 哎 人物暖色的感觉强一些 这种肤色是不是感觉更润是吧 把整个人物肤色保护度降低一些 调一调 好 哎 这个背景这个冷色的感觉弱化了很多了 所以说同学们在调整白平衡这一定要适度调啊 我现在调整的参数就很少了 调整的幅度就很小 人脸这 提亮 好 然后人物的一个唇彩 这个唇色 这个唇色还可以 光泽感可以加强一些 光泽感加强 提亮一点 好 然后再来看看啊 还有什么需要调的 还有这个花需要做一个调整 这个花呀 薄荷度降低一点 太突出了 绿色薄度降低 浅绿色薄度降低 蓝色薄度是适当的降低一些 哎 这个蓝色和背景的颜色也是有关系的 薄荷度来给它降一降 哎 适当的降 别降到底啊 降到底这个背景太灰了 不太好看啊 来降一点 颜色的丰富性稍微留一留 好 人物脸部再提亮一些 好 这个背景啊 我来给它压暗一点 背景别太亮 压暗一些 背景也别压太暗 背景压太暗太闷 适当的压暗一些 一点点就够了 好 然后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呀 人物脸这回来一点 好 然后这个黄色这个花啊 稍微的来给它把保护度降一点 别太突出 别太抢眼 OK同学们差不多啊 我们这个预处理啊 做到这个样子啊 基本上就行了啊 我们来看看感觉吧 来看一下效果啊 之前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但是呢 其实还是有些不完美的地儿所在的 比如说这个人物的一个皮肤 同学们来看 小哥哥的皮肤和小姐姐的皮肤相比 大家觉得好不好看 还是不太好看是吧 感觉小小哥哥这个皮肤还是有点怪是吧 有点这种啊 那敏感啊 就但是在这个看门里边啊 我们是调不了的 为什么呀 小哥哥小姐姐的皮肤颜色太基因了 两者一调整会自动的哎 两者都调整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小哥的皮肤怎么调整呀 我们需要去到photoshop里边单独细节调整 哎 然后呢 再是什么呀 再就是我们这个小姐姐胳膊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一会也需要单独的一个细节调整 来给他提亮一点 好 那么预处理啊 我们这样调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干嘛呀 我们来给他进行一个点击确定啊 来给他进行一个细节调整啊 老师不知道预处理界面怎么出来的呀 滤镜 camera滤镜 来认识这个吗 camera 在这 c a m r a r a w 看 后面写了一个滤镜 在滤镜菜单栏下 这么明显啊 camera 或者肉格式的图片 你直接脱photoshop里边 photoshop里边就有了 好 我来给他干嘛呀 干液的涂层 control的干液啊 要来进行一个瑕疵的一个去除 先来看看哪些算瑕疵呀 比如说 我来看看 小哥哥的一个碎发啊 算瑕疵 老师这个photoshop自带吗 第一节课不是有讲过吗 软件自带的 不是photoshop自带的啊 把这个小碎发来去一去 这个不是插件啊 软件自带啊 只要你有这个软件 他就有这个东西 哎 哎哎哎哎 同学们来看哎 没有作用 你看哎 同学们再来看哦 是吧 没有任何作用哎 同学们来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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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有作用啊 这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也取样点了 我也来擦了 什么问题啊 photoshopbug了啊 photoshop出bug了 呃 充气一下走 再打开一次 这样情况啊 直接重启 photoshop就行了啊 想都不用想啊 一定是软件bug了啊 好 来作业走进来 好 然后把碎发 我们现在来去一去看看 现在可以吗 哎 现在可以了 是吧 这小软件还不听话啊 走你 好 边边这儿 走一走 真好 我一没有用过这个 什么意思呀 我一没有用过这个 你一没有用过呀 那你二用过吗 二用过也行啊 或者三用过也行啊 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呀 还有点糊 可真是 为啥不用啊 就是不想学 是吧 老师我就是不想学 就是来玩 是吧 好 啊 脸部长啊 来给他修一下 这小哥哥太糙了啊 还不如我精致呢 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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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边边这儿走着 都是为了女生才这样的 不呀 我平常也很精致呀 每天出门必定喷香水啊 我家里边香水四五瓶呢 一排 一个周也会定时天面膜 护肤 为情所困 我是为自己所困 还为情所困 地面推荐个香水 好吧 地面推荐一些香水吧 那个 宝格丽的大鸡饼茶 你们可以去买一买 一个非常好闻的南香 啊 然后那个 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大地啊 大地也很好闻 你们可以去买一买 我喷一喷 菲拉革命 菲拉革幕 菲拉革幕其实也可以 超好闻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打几瓴茶 真绝了 就是会让你迷恋上自己的一种香气 鼻子这儿 潮一条 哇塞 走你 我只用灯塔盘肥皂 那不行啊 那脸太糙了 不细腻 走 应该说我只用硫磺皂 再来看看边上这儿去掉 去掉 这小黑头啊 一定去干净了 然后不好看啊 一会高低频 没法修 好 宝宝霜 那个大宝 大宝 大宝SOD密滋润霜 呵护你我他 走街 哎 耳朵这儿还行 好 往后走 脖子这儿修一修 脖子这儿井纹太明显了去掉 哎 走你 好 看看后面这儿也可以再去一下 好 再往后走的话 那是脖子这儿这个小黑痣啊 不太好 去一下 哎好 往下下面这儿是吧 这些纹理啊 不好看啊 去了 哎好 小姐姐脸这儿呢 还是有些痘的所在的 去掉了 小姐那些碎发 我们也要来修一修啊 稍等啊 不要紧啊 我先把他脸给他修一修 好 鼻子这儿看到小姐又黑头 让小哥哥传染了 好 小豆走你 下面这儿走你 再来看脸这儿啊 还是有些脏点在啊 太脏了 皮皮虾 皮 你说皮股让我想起皮虾来了 皮皮虾缩的线 大撑子 大生蚝 好 哦这个小斑点 去了 ok 边缘这儿走你 哎哟 春晓你是在哪啊 春晓是在日照啊 忘了哈 那个春晓日照离海也很近 我都吃够了 我都吃够了 从小吃 我们的海鲜巨便宜 啊 你们的清口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扇贝 也不是扇贝吧 海红啊就是我们的说说是你们所说的清口就是我们所说的海红啊 红酒会清口吗 真的吃够了 这里边有点脏啊 羡慕 羡慕 你可以去海边城市玩 然后呢去海鲜市场自己买了 然后找个店给你加工一下 不是让你的民宿在民宿里边加工一下 很便宜的 海鲜市场里边卖 好可以了 基本瑕疵去干净了 把碎发去去 啊对自己干海也行啊 也能抓着小鱼啥的啊 也能抓着那个生蚝啥的 叫海栗子 对你一直吃也就不香了 像是我们现在你问我们想不想想不想海鲜的味道不太香 因为老吃 不去你也不在家 你来了我就在家了 快来啊 快来啊 好 头发顶端 这些摩头的小碎发 哎 边缘这个 这个小站毛好不好看 小站毛不太好看 去了吧 春小我去还得预约吗 白打路费 拼个车 找同学和你一块 看看有没有再想去去去去找春小的是吧 拼个车你们 好上面这些还行 一般不用去啊 然后边缘这个轮廓这儿 边缘轮廓这儿 炸了一些不太好看啊 去去 重色轻油啊 从哪来的四个呀 你这春小的人家都看孩子呢 好 好往后走 这个也不太好看 去吧 可以注意一下 OK 好往下走 这个边上这儿小碎发比较多啊 我们顺着往下走 好家伙 怎么那个柚子 你怎么把春小说的和什么呀 和地主人家似的是吧 家里边有人随时拿着钢棍是吧 随时拿着那种小扫帚啊 追着就打 在外面干净的地方去点啊 然后把里边的脏点去掉 也不问为什么 追着就打 先打一顿 或者手里边拿着一个什么修华针是吧 让你来 可不能去啊 你看看把东乃哥吓得 怎么办 东乃哥本来就想去找春小玩 这一整个东乃哥瞬间 直接逃之遥遥 练摸摸摸是吧 修华针一炸 重新定点同学们 修一段时间就重新定点啊 让我容易修花啊 好 沿着头发边啊 我们接着来修 蓬松感留下来了 还可以 来 走 好 往下走 再来往下走 好 边缘这儿注意了 好 再来看里边啊 里边的看看的话 来给他去了吧 里边也不太好看哈 把硬度提高点 来去点 好 走 这个东乃哥呀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 叫做什么呀 生命啊 在于尝试 是不是啊 要勇敢的 大胆的去尝试 你万一成功了呢 是不是 你不尝试永远成功不了 你看看 我觉得你得大胆一点 都哪个 硬度稍微降下来一点 修的差不多了 这一块 ok 再往下走的话 留哪些啊 留这一片 这样来给他留下来 我从底下往上修吧 都哪个说 生命诚可贵 且行且珍惜啊 哈哈哈哈 是这样吗 都哪个 一定把连接的位置来给他去干净 剩下的我们直接修补工具一下啊 就给他修掉了 剩下的不用管啊 好可以了 我们直接剩下的修补工具啊 圈起来拽啊 看没有 直接拽掉 好 走 边缘的位置 边缘的位置 不干净的地方啊 一定要劝干净一点 好 再往边缘来走 ok 可以 行 东西们来看一下 是吧 基本的碎发 我们就修饰完了 小姐姐面部的一些瑕疵也修饰完了 好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盖一个涂槽 Ctrl的shave加E 盖一个涂槽 来给他进行一个液化的处理 shave的counter加X打开液化 打开液化之后啊 我们一点一点来给他处理啊 先来看一下小哥哥这 小哥哥这个头啊 可以再来给他往来提一提 来 我还忘了问了啊 非凡 咱那个啥 咱那个正方形液化的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好 我再来看小哥哥额头 这个弧度是一个正常的弧度啊 要稍微的淡化一点 好一点点 好 然后眼睛还可以鼻子瘦小一些 成功了 你修多长时间呀 春晓成功了吗 春晓我觉得应该成功了 他上课的时候 基本就修的差不多了 好玩不好玩 修完这个正方形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的记忆 哇 有点飞的感觉 是吧 跳跃的感觉 45分钟有点长了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来看一下效果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稍微的修瘦了一点 OK 好 下颗骨 修瘦一点 可以 好 可以 鼻子给下来一点 好 再来看看小姐姐这 小姐姐额头 鼻子 鼻孔 圆润一些 好 走 好 瞎吧 走你 耳朵走你 再来看整个头发这 修一修都是假的 都是科技 现在有个流行的词 叫什么海尔斯科技 是这么说吗 同学们 有同学能指点我一下 我罗罗充浪不太行 没出明白 现在有个词叫什么 全都是什么科技 对 对 蓬松感要有 不怕顶端 科技 对 对 是春晓这个 前头很活 OK 好 然后再来看看小姐姐脖子这 凹的太厉害了 来给他收一收 稍微收一点 也得把这个弧度保留 是吧 别收太过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一点点 留出来 好 那个后背点是吧 扑出来的太厉害了 把后背点往里收一收 太薄了 回来一点 厚度起来一点 好 好 脖子收一点 好 后背 弧度注意了 好 胳膊看 可以再调一调 后背再出来一点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那个写真的价格 写真价格差不多 五块 五块 十块 左右 也有十五到二十的 看具体的要求 看具体的客户 因为现在这种二道贩子 三道贩子太多了 我见过一个活是一个三道贩子 就是这个人接了给自己不太 自己不修或者修不出来 不会修 给了下一个人 下个人呢 其实他也不会修 他又给了下一个人 每个人在中间占差价 最后这个活下来剩几块钱了 都想赚点 都是喊人啊 OK 可以同学们 我们来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是吧 一些小细节啊 这一条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 这个头发这个颜色有点怪怪的 不太对啊 把这个颜色调一调啊 空白涂层混合模式更改为颜色 把这个头发这个颜色呀 拿画笔来涂抹一下 这个底下有点太白 来不透明度降低 流量降低 好 稍微来涂一涂 好 标上这 感觉不是很明显啊 我看看 我们拿一个曲线来给他压一点吧 看看 好 然后把这个曲线抗车加A来给他反向一下 然后把里边来给他擦一擦啊 正常看不出来就行 OK OK同学们 那差不多这个样子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给他进行一个磨皮的一个处理啊 磨皮 抗车架 抗车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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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两层 第一层低频 第二层高频 低频执行模糊 高四模糊 高 数量7.0 还可以 高频执行 滤镜 出像 应用图像 选择低频 选择减去 缩放值2 补偿值128 进行就确定 合格模式更改为线性光 再来给他建一个观察组 黑白 曲线 曲线压暗 来给他修修这个光影 观察组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小哥哥的一个脸部 小哥哥的脸部 同学们也不用去分析光影了 不用去看光源什么的了 因为这个光影面非常明显 再就是这个属于什么呢 这个是属于一个 多光源来光 多方位打光 所以说 组合灯光 看起来不太好看 怎么来看 哪是亮的 把亮的保留下来 然后和边缘来做过渡就行 比如说同学们来看 这个眉毛这里 老师这怎么过渡 亮的来把亮的保留下来 和边缘你看简单的来给他过渡量别 过渡柔和就行了 你来看我下 我没有改变原本的光影 只是说在这个基础上 来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过渡 包括额头 来看看亮的在哪 额头亮的在这 把亮的正常亮的感觉来体现 好 边缘来做过渡 这叫什么 这叫优化光影 这个图的时候怎么点不点呀 全部都是图 你看 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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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 你要知道他怎么走的 边缘这儿 好 往边缘走 好 我们再来看 不是点鼠标吗 铅笔 画笔 比如说你画画 画画怎么画呀 你说我上图东西 画画你是点吗 图呀 你看 图啊 一个面 一定要注意 光影是以什么 光影是以面来体现的 不是以点来体现的 你看 我没有点 我全部在擦 在图 你看 我的痕迹是什么 是这个痕迹 你看 是吧 全部在擦 好 来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把这个暗部 稍微的淡化一下 全无的 好 你看 是不是在图 不是在点吧 我没有点 你看 我是在反复的拉 反复的图 学过画画的同学 肯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怎么图 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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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住鼠标 对啊 点住鼠标图 你可以拿铅笔啊 练练这种图的感觉啊 那个 怎么练呢 我想想啊 一开始我们画画的时候 是练什么呀 那渔网调 你知道渔网调吗 给你看一下啊 我们一开始画画的时候啊 是练这个 来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我们一开始画画是这样练 你可以这样练 怎么练 怎么练这种感觉呢 这样 画笔大一点啊 明显一点 啊 这种打网调啊 然后 这样打 反方向打 这我们一开始画画的时候 啊 练习这种笔触 练习这种笔杆 打渔网调 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练出那种图的感觉来 啊 来找到低频 持续对下吧 这优化一下啊 来走 这不是素描练习吗 对啊 我之前高考的时候就是考的美术嘛 我当时省联考 山东省联考 我是考多少呀 山东省联考 我是考了二百二百四十几啊 二百四十六分啊 还是二百四十五分的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不考速写呢 我们那时候考省考的 考联考的时候 只考水粉和素描 鼻子 鼻子 鼻头 好 问题是不会美术 那就按照我刚才给你的那种方式 你拿铅笔打着练一练 拿鼠标打 或者拿鼠标打着练一练 都会练出来的 不但不是说啊 不会美术就不会这样修了 是吧 一定可以是练出来的 像是我之前的学生是吧 人也真真的跟着我学了 学完以后人也全海马体了 去你楼里边工作了 现在工作也挺好 就是跟着练呀 是吧 坚持不懈练呀 修一遍不行 要修两遍 这可以再擦一擦 小细节这儿 注意一下 OK 脖颈前方 好 来看看小姐姐脸这儿 这小瑕疵去掉 好眼睛这儿是吧 过度一下 我旁边过度一下 柔和一点 脸饱满的感觉 这种饱满的状态 是吧 一定要有一定要体现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说 把这个脸 以我刚才画的这种形式 你来给它体现 你来给它调整 这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来找到我们这个画笔工具 顺着我刚才那个痕界 我来给它画 走 走 好 店员小细节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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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可以 好 再来把我们侧边的这个位置 这个小段按斑啊 来给他修一修 然后把这个冰角这个按斑这个样子修啊 走走走走 冰角的一个状态 走好 过渡一下 好 边缘注意喽 好 可以下半这个样子走 把这个转折角来体现出来 转折角往下走 好 这小细节再接着来调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嘴角这个位置有点太亮了哈 可以适当再来压一点 好 可以了 来看 之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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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顺滑的感觉体现出来了吧 鼻子来修一修 调一调 哦 走你 好 鼻头这儿 ok 嘴巴这儿 修一修 ok 好 然后再来看这个脖子这儿 脖子这儿呢有些小色块 哎 调调 好 边缘这儿 注意喽 好 再来看看肩膀这儿 好 再来看看肩膀这儿 肩膀这儿需要有一些小的一些明暗色块 过渡一下 好 边缘 走你 好 胳膊 衣服这儿修顺一点 ok ok 走 好 下面小臂这儿 可以简单的修一下 行了 同学们 我们这个光有问题 基本上就来给它解决了 来看一下变化 同学们来看人脸怎么样 很顺 是不是 看 高低频 非常神奇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盖一个涂层 control 是否它加一 然后来解决什么 来给它解决一些细节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脸你会觉得有点问题 怎么样 人脸是不是太黄了 我要单独的把小哥哥脸部的肤色 来调整一下 同学们可以先来想一下 我要单独调整一个人脸的肤色 我可以用哪个调整 我就调这个人脸 我就调这张脸 我可以用哪个 来想一下这个问题的东西 是不是我可以用说 科学颜色是不是可以的 来试一下好吧 我需要干嘛 我需要单独的把这个人脸 来给它做一个选区 好 走 拳起来 好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过雨晃一下 过边缘有过渡效果 然后再来找一个科学颜色 首先来看人脸是什么颜色呀 人脸偏红 其实偏的比较重一些 很红啊 怎么办呀 我们来找到红色的一个通道 首先呢 我需要把这个红色来给它剪掉 怎么剪 来给它剪红干嘛 加青不是剪红吗 同学们来看 你来给它往里边加上青色 加红更红了呀 来给它加青色 好 然后呢 感觉人脸还是说有点问题 有点黄 剪黄 剪点黄 剪一点点 小哥哥脸这呢 我可以适当的再来给它剪点杨红 黄点 小姐姐皮肤没那么红 剪点杨红色剪掉 好 感觉还是不够啊 再来调整一下黄色 黄色再来给它点青 剪点杨红 剪点黄 好 这个人脸我看看 是不是提亮一点会更好啊 提亮一点 好 再剪点青 给点青 剪点黄 来 再亮一点 同学们来看 现在小哥哥的肤色和小姐姐的肤色 一不一致 来观察一下 这个肤色相对来说已经非常相近了 对不对 至少说自然了 对劲了 是吧 没有那种难敏感了 同学们在这调的时候注意一下两个人的一个协调程度 你可以说干嘛呀 利用科学颜色来给它调整 原本小哥哥的一个肤色呢 太红了 太黄了 那怎么办呀 那我可以在这个科学颜色里边 我来给它剪红 加青等于剪红嘛 是不是 再来给它剪阳红 再来给它剪黄 那么这种感觉是吧 就来给它弱滑掉了 稍微的来调一调 剪点多啊 再调一点 好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两个人啊 我觉得画面中还是不够突出啊 我可以把这两个人的肤色呀 再整体提亮一点 我再建一个科学颜色 你看这个模板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是要调整整体 我把两个人的肤色呢 整体提亮 再整体的红润一些 偏点红 看同学们 给点红色 红润一点 这个肤色不一样了 你看 是不是 亮了 滋润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需要调的 这个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额头这感觉有点不太对呀 这个可以调呀 这个怎么调呀 之前教过大家补发色 对不对 那补发色的那个技巧 能不能用在这儿呢 一样是可以的 来空白涂层 混合模式更改为颜色 画笔 吸取一下皮肤的颜色 不同频度降低一点 流量降低一点 画笔吸取一下皮肤的颜色 好 来涂抹一下 同学们来看正不正常 吸取一下皮肤的颜色 来观察一下 正不正常 正常了吧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干嘛呀 把小姐姐这个 这儿 把我们再来调一调 好吧 小姐姐胳膊呀 单独有点按对吧 这单独一片片点按 怎么办呢 这其实按我们可以用曲线调 曲线调明按 很好用 对吧 单独牵起来 shiftf6 比话大点 过度的好一点 20吧 来找一个曲线 单独挑胳膊这一块 然后曲线单独把胳膊提亮 让它与周围协调一点 我们来看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还行 然后边缘需要过度一下 边缘需要有点生硬 找到画笔工具 黑色画笔 把边缘过度一下 不要太生硬咯 衣服这擦一擦 好衣服这擦一擦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胳膊 之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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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了很多了 是吧 没有说那么生硬了 融合了很多了 如果说你觉得里边的一个肤色 缺点红 那你可以来给它加上红 来找到红色通道 适当的加一点点的红 让这个肤色和外面的肤色相协调 有点那种泛红的感觉 泛滋润的感觉 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可以来给它盖一个图层 来给它锐化一下 contra out是有的加一 来锐化一下 然后同学们来看 这些都叫做什么 这些都叫做细节颜色调整 来看细节或者颜色优化 然后这个锐化 来找一个滤镜 来找一个锐化 USM锐化 数量50 半径1.0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你可以再给它画面来加个完安排版 这节课我们这个作业 在这个作业包里边也给大家了一个文案了 你可以直接来给它复制过来 来加一个完安排版 然后这个画面稍微的丰富一些 别太打 好 来看东西们怎么样 来走 OK东西们 这就可以了 这样画面我们就修完了 来看一下前后的一个对比 好吧 给你们看一下圆图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效果图 来圆图 这就是我们今晚作业 今晚作业你能修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怎么样东西们 瞬间感觉不一样了 是吧 你看看之前 哇塞老师 这是啥 是吧 是吧 自己看到这张图片以后 如果说看到自己这个混然照拍成这样 瞬间无望了 你看看 在修出来之后 哇塞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生活充满了希望 是吧 好 那现在我来问一下同学们 这个韩式花照这样照片 学会怎么修了吗 清晰没有问题 可以走一波小数字一 有问题可以提问题 来给大家解答问题 年轻了20岁 感觉有哪里磨皮磨的太过了 怎么返回修改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可以返回 看 可以通过历史记录返回 也可以把你的图层删掉 重新再进行此次步骤的一个操作 黑白是什么东西 黑白是什么样 黑白其实是一个观察图层 在这 观察组 留作什么 留作观察画面光影效果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用完了就删掉就行 在哪出来的 这黑白曲线 在这建立的 老师还有修改人物外 再怎么返回 什么叫修改人物外 再怎么返回 那里没有看到有历史记录 你这什么问题 你没有历史记录在这 窗口 你这没选 它能有 就是photoshop所有的面板 你都可以自定义 我可以不要图层 我可以不要历史记录 我就要这么一个面板 我甚至可以不要工具栏 我就要中间的一个面板 可不可以 可以是吧 那怎么办 你移过来 历史记录没了 掉出来 涂层没了 掉出来 是吧 来 掉出来 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板 使用习惯 是吧 我的面板使用习惯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喜欢这个样子 窗口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 那后面做了一些效果呢 什么叫后面做一些 后面做一些效果 你可以先把图层来 把眼睛关掉 然后呢 来给它保留起来 然后呢 你再概念图层 在底下概念图层 继续修 修完了 再把后面那个 夹上来不就行了吗 你这是做了 在圆图上 是叠加的效果吗 如果是单独图层 叠加的效果 你可以再叠加 如果说覆盖在图层上 那就得重修了 盖印后的得重新来对的 不影响吗 什么样的不影响 我告诉你 就是你那种叠加的 那比如说老师 我这个颜色我调完了 我在这里边把颜色调完了 我调完颜色了 然后呢 突然发现前面有哪部修的不好了 那可不可以说来给它重新盖印 重新修 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单独的一个配合叠加图层 这个你把眼睛关掉 你把下面图层重新盖印 它还在上面 你可以再叠加上来 这种图层 地下图层是可以的 但是那 如果说你就覆盖在原图层上 就比如说 这个图层 我就来给它覆盖上去了 我就找个东西 我来给它贴上来了 那种还不行的 跟着你就删掉了 跟着你就盖印进去了 是这种情况 那不是说所有情况 而是液化那里想返回 返回不了 别找液化 来 液化这里 你想返回怎么返回 Ctrl加Z就可以返回 Ctrl加Z Ctrl加Z就 比如说修一修 修一修 看吧 Ctrl加Z就可以返回 或者是用什么 重建画笔工具 你看 修一修 重建画笔工具 帮你返回 你看 返回了 是吧 重建画笔工具 直接把速率调到100 速率直接 直接给它往100冲就行 然后来给它进行复原 就行 这是我们今晚作业 同学们 现在了解了 就可以去做作业了 一定要练一练 不练肯定不行 懂了吧 很简单 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们放个歌吧 你们可以继续提问题 其实修图这东西吧 我觉得还真没啥难度 就是你修的多了就好了 一开始 一开始进门很重要 是吧 正确的路子 领进门 然后再就是大家自己多练一练 其实就很容易说修好一张图 有同学拿自己的图练手来吗 拿自己的针尖照修一修了吗 或者拿自己写真修来吗 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 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 所以我不是你 最后一练一练 我们温柴 哎呦春晓练了 春晓拿你什么 春晓拿你结婚证练了吗 是不是突然觉得影楼给你修的好敷衍 很多影楼现在和大家说修的没那么认真 很敷衍 下巴是不是 身材 光影 真的 修的倍敷衍 我前几天 我给我 我给我弟 我去给他修了一个 那个针尖照 他那个针尖照是那个 在一个照相馆里边拍的 好家伙 我看了一下针尖照 有点亏啊 修的特别敷衍 光打的超频 光打的也不好 一张照片半个小时影楼能要吗 一张照片你得维持在10分钟到15分钟 正常的我们这张照片10分钟修完 从调色到最后出图 就是这张照片 哪天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啊 看看直播大一刻给你们演示一下快速修图 10分钟一张图 还是我想太多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好同学们 那我先去给你们传回放吧 好吧 都没有问题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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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